最近连续几场在亚洲召开的峰会 特别是G20和IPEC峰会 世界各国领导人线下面对面的这种沟通交流 我们看到了在很多场的会晤完成之后呢 世界局势的确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 虽然我们还不能称之为根本性的转变 但是在世界从一个单极化的现状 迈向多极化的未来的这种动荡的时刻 即便只是合作氛围的转变 那么也是非常重要和值得珍惜的 东南亚的态度自然不必多说 已经多次的表态 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更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筹码 或者是所谓的后花园 那么单单在峰会期间 我们还看到欧洲国家的参会 以及在会后的反应来看 也和以往呢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们前几天介绍了荷兰方面拒绝美国的要求 这个美国呢就要求荷兰 你必须限制你的半导体设备 当然很多人关注的就是阿斯美亚的光刻机 对吧 不管哪个系列的先进的落后的 都不允许卖到中国去 但是呢 荷兰方面是顶住美国的压力 直接拒绝 那么除此之外 最近我们又看到了德国的总理舒尔茨 在接连访问了中国 印尼 这个新加坡 还有呢 东南亚的越南之后 那么 舒尔茨回到德国所做的一次演讲当中 那么简单的说呢 就是他明确的告诉德国人和欧洲人 亚洲呢 真正的是崛起了 那么欧洲过去的好日子 好生活呢 恐怕要面临重重的竞争和挑战了 同时呢 舒尔茨还再次强调 德国和欧盟要保持对外开放 要力挺全球化的发展和合作 特别是欧盟方面 也强调了要和中国之间保持战略接触 与合作的重要性 我想呢 这些最新的一些说法 都体现出国际局势的走向 绝对不是美国人所描述的 什么西方啊 什么铁板一块 什么民主价值供应链啊 等等 什么科技贸易联盟啊 小圈子这些 而是呢 国际社会正呈现出一种叫做 各回各家啊 各找各妈 各显神通 维护各资利益的 这个新的局面 我们当然也可以简单的称之为叫做 多元格局多极世界正在成行 我们看到了当地时间的22号 欧盟主管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 伯雷利 他呢 在欧洲议会的一般性辩论当中 那么就谈了他的看法 他本人坚持的认为 欧盟不会效仿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 也就是说 开门建山的指出 欧盟要走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而且他特别强调了欧盟所坚持的立场 并且呢 在谈话当中 伯雷利坚持认为 欧盟与中国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 对民主与人权也是有着不同的看法 欧盟和中国在追求不同的治理模式 对多边主义有不同的愿景和期待 那么这呢 本身也不是一个秘密 对吧 世界上也都知道 而且呢 我们说 经常过去老是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两片树叶 这个长得一模一样 对吧 反正类似的说法有很多 就形容这个世界呢 是这个丰富多彩的 其实这个一个职务如此 放在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 与另外的国家 另外的民族 实际上他在文化制度 各方面呢 都有很多的不同 甚至呢 彼此有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一个有偏见的一种思维 你甚至是看不惯 对吧 你说过去我们也看到了 有些人说 这个吃饭的时候就吃饭 对吧 你怎么可以 在餐具上面还做文章 有的人说 你是用刀叉 这个不文明 有的人说 你就用筷子又怎么怎么着 其实呢 这些都是非常粗浅的 甚至说是种族歧视的一些说法 对吧 那么连这种餐饮文化 你都接受不了的人 更何况在制度愿景 所谓的对于这个老百姓啊 各方面的这个期待 共同富裕啊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社会的 政治的一种形态 那么你又是如何去看待呢 这里面自然就有非常多非常多 不同意见 不同认知 左中右啊 各种不同的观点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这一次欧盟主管外交事务的 伯雷利呢 他特别谈到这样的一些差异 他不应该也不会阻止 中国与欧盟双方的相互接触 那么与中国的沟通的渠道 必须保持通畅 伯雷利还特别强调 现在呢 就连美国方面 他从来也没有说过 要和中国搞经济脱钩 那么自然欧盟方面 当然也不会这么做 实际上这话呢 说到点子上了 很多人觉得 对吧 中美之间 你说从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 到后来 对吧 科技的各种禁令 唯独封锁 反正呢 美国的小院高墙 是越垒越高 越垒越多 但是你什么时候听说过 美国人 对吧 强调啊 我们不和中国玩了 我们在中国的投资 我们走了 我们这个撤了 我们呢 这个不 不把商品卖到中国去了 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这一次呢 伯雷利呢 就直接点名 对吧 就像对待俄罗斯的制裁一样 美国 他自己用不上的 对吧 他自己也 也生产很多的 天然气 生产石油 所以呢 他就说 你欧洲都不许从俄罗斯买 要买呢 我来卖给你 只是价格要贵上四倍 但是呢 如果说美国方面 他所需要的一些 比如稀有金属 一些矿产呢 那么过去是俄罗斯生产的 由于他自己需要呢 他就不对俄罗斯进行 这方面的制裁 所以呢 这个就 伯雷利的这个话呢 其实就把这个情况呢 就点名了 对吧 那么美国 他和中国之间搞来搞去 还不是为了你美国的利益吗 从来也没有说过说 我要和中国搞经济脱钩 那你凭什么说 欧盟的一些人士 特别包括像德国的绿党 欧盟的欧洲议会的一些人士 对吧 要和中国怎么怎么着 是不是 那么欧盟方面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么伯雷利的这个说法呢 实际上应该说是 这个把基本的思考 背后的逻辑呢 也都交代的清楚 那么执掌欧盟外交事务的伯雷利呢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做出这番表态呢 其实我想说呢 伯雷利自己呢 他也是一个外交老手 过去呢 什么话他也说过 对吧 他也是呢 见分使多 看到欧洲的分项 世界的局势 往左边跑的时候呢 他就跟着往左边跑 对吧 往右边跑的时候呢 他就跟着往右边跑 所以现在的这些 他的这些发言呢 他可不是在帮什么中欧关系啊 帮中国呢 说话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绝对不是这样 而是说整个世界的局势 欧洲的局势呢 已经发生了转变 我们看到了在欧盟的内部 主要的几个大国啊 比如说像德国法国 这自然不必说 德法两国就是欧盟的领头羊 另外呢 像意大利 像荷兰这些 都是欧洲的重要国家 以及西班牙等等 那所以呢 在欧洲的内部 几个主要的大国 都开始有着自己的 全新的战略坚持 那你想呢 作为欧盟的外交的 与安全事务的 这个伯雷利呢 他自然也会 跟着老大的态度呢 发生转变 在伯雷利表态之前呢 我们前面谈到 荷兰的外貌与发展合作大臣 史莱纳马赫尔呢 在19号的时候 就已经发出了警告 他特别强调 美国不应该指望 荷兰毫无疑问的 采取 那么美国对中国 出口限制的做法 也就是说 美国不会完全照搬 美国对华科技禁令的措施 荷兰方面的这番话 等于是直接拒绝了 美国方面科技禁令的要求 而在此前的20国领导人峰会上 中国与欧洲国家举行了一系列领导人会面 尽管伯雷利仍然表示 布鲁塞尔将与中国进行系统性的竞争 但相较于此前的发言呢 伯雷利的语气 其实已经软化了很多 香港南华早报认为 伯雷利的这一说法 标志着中欧关系出现相对的解冻 这里注意是相对 绝对不是根本性的回暖 而只是相对的减斗 那么除此之外呢 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也明确表示 必须要和中国之间保持接触 另一个引发思考的态度转变 当然还是德国总理舒尔茨 他此前呢 专门带领经贸团队到中国来进行访问 访问之后又回到欧洲 没过几天呢 他又来亚洲参加一系列的峰会 所以在德国总理舒尔茨 结束亚洲之行之后呢 他回到了德国 发表了一个演讲 在演讲当中 可以说呢 他是把这个德国乃至欧盟 未来的政策路线的方向性的 这个态度呢 表达的清清楚楚 德国总理舒尔茨最近的亚洲之行 可以说是给他心灵上 一个很大的震撼 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说法 他当时呢 前后访问了中国 越南新加坡 当然还包括印尼参加G20峰会 那么在11月21号的时候呢 有德国的南德意志报 当时呢 主办了一个经济的一个论坛 那么舒尔茨总理呢 就受邀 在这样的一个论坛上面呢 他向大家分享了 在亚洲的这个访问的 一系列访问的心得 和一些体会 那么呢 舒尔茨总理呢 至少在演讲当中 应该说态度还是非常的真诚 他自己呢 发表了几个感慨 主要是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舒尔茨感慨呢 西方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也反映出整体竞争力 当然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呢 在世界各地 包括像亚洲 中国 东北亚 现在呢 连东南亚都在快速的崛起 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很快 那么而且还有一些后发优势 另外其他一些地区呢 实际上也在快速的赶上 包括像中东地区 阿拉伯世界 还有南美地区的一些国家 重要性都在快速的提升 所以舒尔茨就会说 欧洲和北美国家 能够享受世界上最好的经济 包括稳定的增长 低通胀的经济表现 以及高就业率 这样的美好时光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实际上我们最近特别强调 特别是今年以来呢 那么一直说 世界呢 处在一个经济高通胀的时代 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的风险 这里呢 如果我们看全球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呢 它集中体现在的 就是欧洲和北美地区 当然了 像土耳其啊 像非洲的一些国家呢 也会出现高通胀的情况 但是就其影响力和经济体层面而言呢 欧洲和美国尤其明显 那么亚洲 包括中东地区呢 相对就会好很多 原因呢 就非常的简单 这还是一个发展 竞争力 以及资源 在哪里啊 这样的一个问题 包括能源价格的上涨 对于中东国家来说 可以说一点压力都没有 而作为东南亚这个东北亚啊 东亚地区的这些国家 包括中国呢 那么我们的食物呢 实际上价格呢 受影响的相对有限啊 比如说我们从东南亚 采购的泰国呀 越南呀 很多国家啊 这个卖的这个米 因为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呢 吃米呢 还是比较多的啊 当然也有很多吃面的地方啊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 就是随着像乌克兰的问题啊 等等 乌克兰它主要呢 产小卖产的比较多 那么导致的粮食的通胀呢 实际上对于米来说呢 影响相对较小啊 我们只是相对来看 包括像中国的通胀率呢 实际上和欧洲和美国比呢 那是要低很多 那么另外来说呢 从就业情况 从这个GDP的增长率来说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啊 全球的各种的冲击呢 那么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呢 都不高 对吧 那么亚洲的经济增长率呢 也是出现了下调 但不管怎样 保持三到六中间 实际上是亚洲普遍的经济增长情况 有些国家可能更好一些 但是这个经济增长率呢 在欧洲地区 在美国呢 是不敢想象的啊 应该说呢 总体来说 相对还是表现的要好很多 那么舒尔茨的另外一个感叹呢 是世界已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他特别是在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之后 舒尔茨就感叹了 这个世界的多极化的发生速度呀 实际上是越来越快 而且是一种根本性的结构性的重组 在过去呢 我们都知道啊 无论是越南也好 印尼也好 甚至包括像中国啊 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 他一直被视为是为了欧洲 为了北美 对吧 你去生产廉价的商品 我们把话再讲俗一点吧 就是这个污染环境的啊 这个低端的 不赚钱的 反正呢 给你一点资金 你就能呢 把东西做出来 对吧 加班加点干 为这些发达国家呢 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 这是过去的一种全球化的形态 也是过去的 我们说亚洲制造业水平相对较低的时代呢 一个现状 但是现在呢 的的确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连德国总理舒尔茨本人都感叹 世界拥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 实际上增长了10亿人 而这很多人呢都是位于亚洲地区 那这个呢 其实10亿的中产阶级 我们说的俗一点吧 吃喝拉撒 各方面的消费 购买力 实际上在世界呢 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这也是标志着亚洲整体性的发展 的确已经呢 在和欧洲地区和美国地区来竞争 更为高端的制造业 更多的这个高端的服务业 旅游业方方面面 实际上已经发展起来 现在很多朋友出去玩呢 对吧 到了欧洲地区旅游 当然是一个方向啊 疫情之后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选择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呢 我比如说到东南亚 东南亚有非常多旅游资源 很多地方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著名的旅游的圣地 那么很多人去玩一玩 也很方便 而且还有呢 价格也很便宜 而且态度也特别好 那么因为它的服务业发展呢 这个比较成熟 那么对待游客呀 各方面呢 也不会存在什么 你是华人 你是什么非洲人 你是哪里人的 各种歧视 可能有潜在的一些问题等等 至少呢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呢 实际上在东南亚的旅游体验 很多朋友呢 觉得非常不错 实际上还有一点 那就是呢 价格很便宜 对吧 所以很多方面 包括我自己在东南亚的时候 你说住那种比较好一点的酒店 那价格不知道便宜多少 是不是 无论是你是打车还干嘛的 我说的不夸张一点 就是基本上你随便打 基本上花不了太多钱 当然你只要使用一些这个 这个公认的一些软件 而不是随便招 那有些地方可能有黑车 那被宰了 那就不好说了 但是我们说通常情况下 对吧 正常的渠道呢 那价格都是比较实惠的 无论是实物还是各方面 当然咱们不能抬杠啊 你要是在新加坡打车 那还是比较贵的啊 那毕竟呢 这个新加坡的经济各方面的 那是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 物价呢也是比较高 这当然我们所有的事情呢 只能说大部分的情况 不能够百分之百的一概而论 那么这一次呢 舒尔茨他在演讲当中呢 还强调了一点 那就是呢 必须对去全球化的 这样一种思路呢 要要警告 要警惕 而且呢 要勇敢的说不 那么这一点呢 和中国的态度 和亚洲国家的态度呢 是保持一致的 反而和美国的思考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舒尔茨就指出 去全球化 是一条危险的错误的道路 德国经济必须不惧怕 和多极世界相关的变化 而是做出相反的反应 那么他特别表示 德国企业通常 对全球经济动荡 做出更快的反应 并利用多元化 和转型的机会来发展 那么我想呢 舒尔茨的感叹 应该说是心理化 尤其是他去了新加坡 和越南之后 过去呢 如同我们前面所强调的 西方呢 很多国家 对于亚洲国家 新加坡呀 这个越南印尼等等呢 他们的印象 他们的宣传当中呢 那么除了新加坡之外 恐怕呢 都会认为 其他国家都是落后 贫穷的代名词 那么现在呢 我们会发现 亚洲国家的发展速度呢 真的是越来越快 这一次 舒尔茨亲眼看到了 这些亚洲国家的活力 我们不要忘记 像印尼 它有2.7亿的人口 规模非常大 越南有9800万的人口 这些国家的人口数 比德国都还要多 但是这两个国家 虽然还远远谈不上 这个发达国家 当然也跟不上德国 但它的经济发展的速度 呈现出勃勃的发展的生机 未来发展的潜力呢 都是比较大的 那么更别提像新加坡 新加坡现在的经济活力 和生活水平 已经让很多的西方国家 都感到羡慕 当然也必须提到了中国 对吧 我们说舒尔茨呢 他本身在这个这个不久之前呢 是专程带领经贸团队 专门访问中国 这是单独的一战 访问了北京之后呢 他又赶紧回到了欧洲 然后呢 紧接着又来亚洲出差 所以可见 他对中国的这一次访问呢 是非常的这个慎重 非常的这个看重这一次的行程 单独来空出时间 来做足这个访问的准备 而且我们也知道 舒尔茨的前任默克尔呢 他过去是每一年都要来访华一次 来中国一些地方看一看 当然除了北京之外呢 他也去过很多的中国的其他城市 像南京呀 成都啊 这个武汉呀 合肥呀 深圳 反正很多地方他都去过 从这一点上来说呢 德国的这个整体的对华路线呢 正在努力的向默克尔时代的 对华路线的看齐 这也是一个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舒尔茨他本身顶住压力啊 来这一次的访华之旅呢 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成功的 他带了一个超豪华的企业家天团 明确的表示 德国不想和中国脱钩 那么成果呢 当然也比较多 啊 这里呢 就不去多说 不管怎么样 中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呢 实际上是互利的一个关系 那么过去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呢 对中德双方呢 都是有好处的 而德国经济在过去的发展当中 除了中国这个市场之外 他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能源的供应啊等等 那么舒尔茨在演讲当中 还特别谈到了 他和美国的关系 特别指出了 这个德国方面正在努力 与美国拜登政府 达成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我们过去也都知道 美国呢 不断的推出补贴和保护性关税的 这个政策 特别是通胀削减法案 使得关于汽车产业的发展 那么美国的补贴政策呢 对其他国家的汽车产业 形同就是一种歧视 那么这一点呢 无论是舒尔茨 还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都多次提出反对的意见 那么舒尔茨 并非首次提出反对 去全球化的这个观点 我们也看到了 在新加坡访问期间呢 舒尔茨和新加坡的副总理 黄寻才呢 实际上他也是接下来会接替 李显龙总理来执掌新加坡的政局 两位这个领导人 共同出席了第17届 德国经贸亚太会议 舒尔茨在新加坡访问期间 就明确表态 去全球化不是任何人的选择 那么舒尔茨指出 德国渴望深化与亚太地区 国家的之间的联系 那么多元化其实并不是脱钩 那么这是舒尔茨的说法 静暗外包 去全球化和自给自足的概念 通常不过是伪装的保护主义而已 那么黄寻才也指出 德国不想与中国脱钩 中国仍然是德国与欧洲 重要的商业与贸易伙伴 这也是新加坡和东门 许多国家的观点 同时呢 在东门的内部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夹在中美两国之间 而是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自由的参与到该地区的经济活动 我们前面所谈及的欧盟的外长伯雷利 他还在与欧洲议会一些激进的议员的辩论当中呢 特别提出到了欧洲议员们 对吧 敦促他们在中欧关系的思考上 要考虑到现实的生活以及中欧关系现实的复杂性 考虑到欧洲议会也需要啊 去顾忌欧洲地区人民的发展问题 啊 我想呢 也就是说 他是直接抨击欧洲的一些政客啊 不断的去搞民粹啊 不断的指示 用意识形态来说事 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一个矛盾 伯雷利特别指出 当欧盟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并安装大量太阳能电池板的时候 每个人都感到满意 但这些太阳能电池板是来自哪里呢 伯雷利特别强调是来自中国 而且他还给出了数据 有80%的欧洲地区使用的太阳能电池板 都是中国生产的 他不断强调 中国因体量和经济实力 理应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欧盟不能以为自己可以在抛开中国的同时创造未来 伯雷利指出 这一点与双方的政治制度不同 根本就是两回事 不应该搅和在一起谈 无独有偶 法国前驻美大使近日也公开谈及中国政策 还明确指出 美国肆意妄为践踏国际法 宣称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那么根本就是所谓的双重标准 说这句话的 就是法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 那么也是前驻美大使阿罗 他在谈及国际秩序的时候 美国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好那么过去呢西方国家主导着联合国安理会 那么美国呢在过去是有非常多的例子显示出 在不断的践踏国际法 但是呢现在还是在强调所谓国际的秩序 这一点呢非常的粉刺 而且他特别强调西方应当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 比如说试图从中国的角度 这样有利于理解中国的利益之所在 那么西方世界应该要看到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 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发展的这个利益等等 从这个角度呢就能够理解中国所做出的很多的一些啊这个啊表态 中国所做出的一些选择 实际上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而这一点呢不能够从西方的国家利益来理解中国的行为 啊如果这么做呢本身其实就是双重标准 或者说呢本身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啊这个啊一种姿态 而针对当前的中欧关系的问题呢我们也看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也谈到 最近一些年中欧贸易额屡创新高 双方在就国际与地区问题呢实际上都一直保持着沟通与协调 那么中欧双方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 也有很多的竞争 但是合作呢还是远大于竞争 中欧之间的一些竞争是良性的 也是有利于推动各自发展的 所以经过过去这几年的啊这个大家的这个摩擦 大家不同意见的表达呢 现在我们也看到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呢 实际上各国啊全世界的局势呢 正在向着一个多级的一种啊这种一种新格局 以及继续拥护全球化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向在发展 那么欧盟方面的态度呢更加的走向中立 美国所期待的所谓盟友价值联盟呢 实际上随着美国保护主义政策推动的越来越多呢 欧盟方面也意识到如此下去只会伤害欧盟的利益 所以整体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啊分析了以上的这些内容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呢再见